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我是小易 交通工具是大家都离不开的 然而现在每一样交通工具都有直接的缺陷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交通工具也成为每家都有的东西 虽然说有所加强 但是也随之而来的就是比较严重的道路拥堵问题 即使是有车,依然会在道路上都有很长的时间 这就造成大家非常不愿意面临的一个问题 近日世界上有一个飞行摩托的问世 也是掉了大家的胃口 这是由俄罗斯一家公司发行的摩托车飞行器 Scrapping 3 那这款飞行器究竟有什么性能呢 这款是世界上首个单座载人飞行器 Scrapping 3整体设计模型是沿用了重型摩托的框架 拥有着非常直观的摩托车感受 但是摩托车只是坐上的一个总体设计 它的底下有四个螺旋桨 也是因为这样的独特设计 也就造成了它与众不同的一种面试方式 Scrapping 3的重量只有121千克 这款飞行器的驾驶很简单 一些常规的操作就可以完美驾驭 不需要摩托车驾驶证或者飞行员驾驶证 就能够熟练的掌握 由于它的设计外观 让它得到比较多的关注 也是目前为止 世界上唯一一个得到认可的单座飞行器 由于它的整体设计 所以就没有一些保护措施的添加 但是创始人也是自己驾驶证明 Scrapping 3当前的设备是能够保证人的安全的 这款飞行器的速度能够达到40千米每小时 最高高度能够飞行10米 除了自主驾驶以外 这款飞行器还支持远程操作 飞行器的动力系统是电力 充电一次需要3个小时 能够维持27分钟的飞行时间 换电池也仅仅只需要1分钟 这样简单易操作的模式 也是为其带来了更多的粉丝 对于那些不敢操作的人来说 只有远程操作系统这一方面 就保证让更多人对这款飞行器趋之若鹜 目前这款飞行器已经确定将要上市 它的售价在32万和52万之间 具体价格的差异应该在Spring 3的配置上 选择哪一款配置就会有着不同的价钱 这款飞行器的上市会赢得你的关注吗 如果是你会想要购买这样的四螺旋单座载人飞行器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